Hello Hello 明明在戶外發現 只喝到熱飲沒有用 所以上網就試試買這個 都很大買的掣冷杯 在 71 買了一罐遊戲《尼賓納》 現在我就在官航上搭小巴去 我帶了一個戶外的 AC 電 現在我罐是 4 度 待會上小巴我就坐定 插著電源 帶我的戶外電源 加這個冷暖杯 再加這個冠裝飲品 看看會不會有些驚喜發生 轉頭上車就開始播電 現在就上了小巴 用最傳統和尷尬的方法夾著它 有一個戶外 AC 電源 有一個冷暖杯 現在就修改暖它 做到室溫 我今天大概是 25 度 到室溫的時候 就試試這個杯的功力 現在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正在修改溫暖 要做好過飲品 不會太冷 冷就做不到失業 現在就打開冷暖杯來看 你看到有一個 都可以 一個杯 先拿出來 一個杯 粉紅色 最不喜歡那隻 那隻 開關 裡面應該有些風扇 這樣的東西 沒有太高期望 我看上網也有人做了 實驗都失敗 我好奇想再做一次 而且這個不是冷暖杯 它是只製冷的 對 好 然後就 再看看這個 這個火牛 這兩隻腳的一個火牛 然後呢 進去看看 其實我覺得OK的 我之前有一隻 汽車用的冷暖杯 但是當時以為自己不用 就不知道放在哪裏 為何要用150元買這個 其實也不錯 這個產品都很普遍 轉頭做飾業 這個杯的結構 是說明書都解釋得很清楚 那杯就是250ml 都是基本的 3-5A 電都可以 12V 都夠了 V 和 A 不同 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謂的保用症 都不會有人保用 然後唯獨有個防滑箭 拿來看看 我猜這個防滑箭 是給滴滴用的 怕它掉出來 對 因為質量都頗差 好像垃圾一樣 那我先換下去 對 對 換一顆美麗的 還未夠暖 飲用暖 就可以做實驗 設置後完成了 這個戶外的AC電 戶外的AC電 這個機器有一個貨口 已經開了 現在已經開了 對 總之已經開了 好 看見車子震動了 震動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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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先調整它 看下去 現在是冷的 很冷的 沒有買錯 背上 現在這個車子大約 15-16度 我現在放下去 因為再不放下去 就沒有時間 下車了 那 稍後給你知 感覺 嘩,時間過了8分鐘 看看 說真的 都保留到 剛才 估計15-16度的溫度 我放下去 真的很冰 你看到有水 看下去也很冰 看下去 那 它這次 怎麼說呢 這次不成功 我猜它的原因是 因為太多空氣 接觸不夠 還有 應該正常倒些水 這樣效果會更好 所以下次再做實驗 這次實驗是不公平的